不论衣服多么华丽 前提要有Money 哪怕拥有再多Money 也要保存体力 熟悉了咱们奇迹囊囊的朋友都知道 小妮在前面说的两个要素都是非常之关键的 那么如何才能快速获得Money和体力呢 想知道答案就请大家跟随小妮子的步伐 一起走进今天的分分钟完全每日任务吧 进入游戏主界面 我们可以在右边导航栏的第三个 找到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任务 点击图标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躺着12个每日任务 在这里小妮子把类似的任务归类在了一起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1.完成任意5个任务并获得S评价 完成任意10个任务并获得A级以上评价 也许有朋友认为S等级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但如果你想快速通过的话 也是有捷径可以到达的哦 我们只需要选择以前S级通关的任意关卡 点击我的最高分即可立即过关 而且在同一个关卡完成10次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瞬间就把两个任务一起通过了呢 20体力和5钻石轻松到手咯 2.在任何商店购买或兑换任意两件物品 小妮子在这里建议各位玩家 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就完全不必花冤枉钱特地去买啦 游戏过程中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购买或兑换 所以这个任务往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啦 4个钻石哦 3.参与4次迷之屋 玩家每天有两次迷之格 一次换之格的免费抽取机会 运用完之后我们便已经参与了3次迷之屋 最后一次必须得花点钱啦 只需要花3000金币5钻石就到手咯 4.完成一次高级定制 完成一次设计图制作 完成三次服装分解 这三个任务都是在设计工坊中完成的 首先选择高级定制 找一件没有用的低薪衣服 再提供制作所需的原料和染料 即可定制成功 之后再选择右上角的服装分解 尽量选择服饰数量较多的进行分解 便可成功获得12个原料 这些原料又可以在下一次的定制中使用啦 两个任务同时进行轻松获得10个钻石哦 之后点击设计图制作 挑选制作材料最少 获取方式最容易的头发或者衣服进行制作 不仅可以快速完成任务 还可以消耗最少的体力金币等 同样的5钻石到手咯 5.在搭配竞技场中完成5次挑战 在搭配竞技场中取得3次挑战胜利 这两个是竞技场任务 需要进入竞技场参赛5次 并获得其中3次的胜利 因为搭配竞技场每天有5次的免费机会 且只可以购买3次 因此玩家还是需要好好把握机会的 竞技场无论胜利与否 都会获得金币和新光币 完成两个任务 更是可以获得10个钻石的奖励哦 6.每天分享3次 相信这个任务小妮子就不用多说了吧 任意分享3次就可以获得3个钻石啦 7.充值30元开启此任务 连续一个月每天领取60钻石 这个任务完全就是靠玩家们自由选择啦 想要福利多多 每天都有钻石 也可以尝试充一个月卡享受一下咯 8.完成任意成就一次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任务了 这个任务在我们达成任何成就时 就会自动完成 因此可以暂时不用理会 在这里小妮子还有一个小窍门 那就是前期的成就不必一次性全部领取 不然后期这个任务可就有点困难了 三钻石可就白白浪费了呀 那今天的每日任务详解就介绍到这里咯 如果大家都记牢的话 分分钟通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小妮子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咯 还有更多攻略会陆续奉赏 敬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